据媒体报道,陈妍希近日接受采访,被问到赵丽颖官宣离婚后,有人留言劝陈晓离婚追求赵丽颖,对此事是否生气。 她大方表示,婚姻关系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,只要我们两个好好的,就不用理会其他事情。 任何一段关系都要花时间去经营和维护,两个人在一起都希望对方快乐。 了解夫妻间是不是不能提到离婚二字时,她坦言,看是什么态度,如果开玩笑无所谓,但认真时就不能说出口。 但是她也很果断,就是她等于第一天她跟我讲的时候,她就是说,我觉得你好像是适合当老婆的。 我觉得她是说,我觉得你很像我老婆。 我就说,我当时是很开心的,那当然会很开心啦,你已经等到这一句很久啦,我觉得那应该是我人生最开心的,一定有人生这么好开心。